可质疑的不是相议大致 而是大致的原因 事实上商样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 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做法 商样规定 庶民暗户编组 五家为保 十户相连 一人坐监犯科 通体连带责任 左邻右舍都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 不告发者腰斩 藏匿者视同响敌 告发者暗战敌手机领赏 难怪秦国能道不失疑 山巫盗贼了 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临彼之间 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 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可以体验 只不过没人知道 商样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 商样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 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 实际上他肃清盗贼 整顿治安 禁止斗殴 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 集中起来为其所用 所谓勇于攻战 切于私斗 就是只为国军战斗 不为自己战斗 只杀外国人 不杀秦国人 只为高官厚禄杀人 不为营头小利杀人 显然 商样培养教育出来的 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 如果靠着竟能实现天下大志 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十一 杀人机器 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 商样本人就是如此 据说 商样有次一天之内 就在温水之宾 处决囚犯七百余人 以至于温水尽斥 豪酷之声 动于天地 续怨激愁 比喻秋山 简直就是惨绝人寰 十二 商样 你这样杀人如麻 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 这条史料是否可靠 正如没人证明 他无中生有 或夸大其次 但毋庸置疑 商样是一个铁血宰相 新法出行之时 秦国上下议论纷纷 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 刚开始 商样还跟他们讲道理 后来就干脆以罢道行罢道 而且 不管是说新法不好 还是说新法好的 统统称之为乱民 放逐到编译 结果当然令商样满意 从此以后 再没人敢说三到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 变法是要有些铁腕 决策做出以后 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 否则 七嘴八舌 议论纷纷 一而不决 决而不行 改革就不能成功 但商样的情况不同于此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围绕着专制 集权和独裁 来设计和进行的 因此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 实际上 商样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 而且根本就不允许 有任何议论 在他心里 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力 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地业的工具和武器 或者说 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 战时是杀人武器 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 既然如此 那你议论什么 遵命之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样变法 从此 秦国上有独裁君主 下有云云众生 中有官僚机构 遍布军队 特务和警察 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 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只能归结为 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 或者说 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的最彻底 也运用的最彻底 这种新制度 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 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 并保持另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 从而横行八道 一统天下 在这里 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 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 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军法 秦政之科 秦法之言 秦治之专横 秦风之强悍 是乃公开之秘密 不争之事实 秦 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 是商养 商养成功了 至少 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 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铺平的道路 做好了准备 商养死后十四年 秦会称王 一百零四年后 嬴政称帝 然而商养自己 却死于非命 为谁改革 商养是被车裂的 车裂即通常所谓五马分尸 行刑之法 是用绳子捆住受刑者的头和四肢 另一头系在马身上 然后同时鞭策五匹马 分裂人犯的身体 十三商养所授 就是这种酷刑 而且是当众执刑 分明有杀意警百的意思 商养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得罪了孝公的太子 后来的毁王 之前 商养为了推进新法 并维护法律尊严 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 公子夹脸上刺字 公子前被割了鼻子 所以 孝公去世 太子即位 公子前马上就一状告到了惠王那里 举报商养谋反 惠王原本就对商养恨之入骨 当然一告就准 于是下令通缉 全国搜捕 捉拿归案 除以急刑 同时灭族 这是商养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的 儒家说是做法自毙 因为按照刑不上大夫 理不下庶人的老规矩 商养原本可以免死 顶多死他自尽 不至于死得这么惨 可惜 此人却偏偏不行王道行八道 不行理智行法治 那就请你以身施法 是这样吗 否 没错 商养确实死于法治 也确实是做法自立 比如举报别人 就是他鼓励的 好嘛 老百姓知情不报要腰斩 积极告发 则视为奋勇杀敌 那么 有人听说你要谋反 该不该举报 你不是主张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吗 或许有人会问 举报商养谋反 有证据吗 没有 他们的原话 叫商君欲反 什么叫欲反 想造反 哪里想 心里想 心里想 能证明吗 不能 要证据吗 不要 因此 说白了就是 莫须有 诬告 或许又会有人问 诬告也能成立吗 能 因为商养的心法治 鼓励邻里之间 相互告发 没说要有证据 同样 商养也没规定 一旦查明是诬告 举报者就要负法律责任 总之 奖励举报的政策是有的 制裁诬告的法律 则是没有的 不难推测 在商养的治下 被人诬告和驱打成招的 一定不会绝无仅有 只不过 现在轮到商养了 实际上 商养被诬告后 很清楚自己浑身失嘴 也说不清 只好逃亡 他跑到秦国的边境 想住店 却住不进去 店老板说 商军有规定 所有的客人住店 都要出示路条 护照或者身份证 如果没有 就不能收留 如果违法收留 而客人碰巧 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 那么 这人将来判什么罪 受什么罚 吕店老板也判什么罪 受什么罚 这就叫商军之法 涉人无厌者坐之 简称连坐 十四店老板 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养 商养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 于是便长叹一声说 真没想到 我变法立法的弊病 尽到了这个份上 走投无路的商养 只好当真造反 他先是逃往魏国 却被魏人送回秦境 又逃往商议 却被惠王派兵剿灭 作为反贼 他被秦军杀死在基地 又被拉回国当中撤裂 这一下商养的叛国最坐实了 其实商养原本还有另一条出路 那就是在开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 当然这很难 面对欲反的罪名 要想自证清白 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 因为秦国的法律里没有辩护权这一条 请大家想想 商养在渭水之宾 处决囚犯七百余人时 这些人都经过了公开审判 有法庭核实了证据 律师进行了辩护吗 没有 显然 商养虽然是作法自毙 但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不是法治有问题 而是侵法有问题 什么问题 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 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 原因 则因为商养之法是王法 商养之道是霸道 王法 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 霸道 就不会有一罪从无的思想 因此 不要以为改革就好 还得看为谁改 改什么 怎么改 同样 不要以为立法就好 还得看为谁立 立什么 怎么立 不弄清楚这些根本问题 光说公正言明 执法如山 是不行的 也是不够的 十五 可惜这些都只能留待将来 事实上 就连商养时的变法 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 国王和肖雄们的需要 比起严刑郡法来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阴谋诡计 是损人利己和巧取豪夺 商养被杀五年后 张一入秦 苏秦则担任了六国纵约常 合纵连横开始了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苏秦对燕翼王说 臣下我不讲诚信 正是王上您的福本 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 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压了最后一宝 一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 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发横财的政客 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 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 全国搜捕也一无所获 苏秦伤势严重 眼看不久于人世 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堵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其王说 臣死以后请将臣无马分尸 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 死有余辜 凶手必定现身 齐王照办 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 他不赌钱也不赌命赌国 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 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 这一睹 风云为之变色 天地为之帆覆 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 他策划的合纵连横 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太行山以东六国焉 齐 赵 魏 韩 楚 从北到南合成一条纵向的联合战线 或统一战线 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 山东六国与秦相比 土地大五倍 兵力大十倍 如果坚持合纵 那么按道理说 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 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在于 苏秦想出这办法来 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 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富贵荣华 出人头地 众心捧月 奉为上宾 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 苏秦不辞辛苦 奔走于六国之间 先后说服了燕文侯 赵肃侯 韩宣王 魏湘王 启宣王 楚威王 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 比如秦宫楚 则其何为出兵相救 韩断秦的梁道 赵和艳声援 秦宫齐 则楚公秦军后路 韩守关爱 魏祖秦道 验出旧兵 赵左声援 如此等等 方案既定 共识达成 苏秦配六国相应 担任纵玉长 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 或统一战线 非常脆弱 六国不但各怀鬼胎 而且互不信任 现在能凑在一起 是因为有强秦的威胁 一旦警报解除 威胁不复存在 他们就会如鸟收散 甚至会打起来 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 到那时 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 苏秦既要鼓吹合纵 又要破坏合纵 只有合纵被破坏 六国因分散孤立而挨打 才会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 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 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的单独结盟 从西向东连城六条横线 这是有利于秦 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 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 得另外找人 这人必须可靠 还得跟自己一样 诡计多端 厚颜无耻 唯利是徒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 曾经一起待在硅谷先生门下 学习权术与权谋 才一比苏秦还好 苏秦也自愧不如 但是苏秦出道早 张仪则运气不佳 甚至曾被依为窃贼而遭到毒打 此刻正穷愁潦倒 走投无路 用这样一个人来 共同坐居大赌一把 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 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 去点拨着张仪 你的老同学 在赵王那里正得势 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 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 兴冲冲来到赵国 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 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 反倒让他受尽羞辱 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 苏秦大模大样地接见了他 让他坐在堂下 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圣菜 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礼番 然后要他去自谋生物 像乞丐一样被打发的 张仪悲愤满腔 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 前往秦国 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很好 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 古道热肠的大富豪 由于此人的赞助 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桧王 而且成为秦国的克卿 直到这时 此人才告诉张仪 他是苏秦派来的 钱财 车马 礼品 也是苏秦赞助的 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 完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 万一张仪不解奥秘 不听招呼 或者穿帮漏线 岂非满盘结束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 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 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 并配合默契 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慰稳 合纵未成时 按兵不动 看准了时机才出手 从此 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 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 那些利于熏心的国王 则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 张仪会骗 所以 苏秦设赌局 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 在公元前313年 这时 虽然苏秦已经去世 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 于是张仪出使楚国 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 因为六国的合纵 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 利可以让他们合 就可以让他们散 张仪的办法 是向楚怀王许诺 只要与齐国绝交 他便请求秦王歌 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 楚怀王却喜出望外 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 有人提醒他 慎重考虑 他却得意洋洋地说 闭上你的嘴巴 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 张仪一回国 便称病不朝 闭门谢客 楚国的使节 苦苦等了三个月 却半点动静都没有 楚怀王又自作聪明 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 于是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 宣王无故受辱 勃然大怒 立即与楚绝交 与秦连横 消息传来 张仪的伤病 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厨师说 臣有彩衣六礼 愿奉献给大王 厨师说 下臣仅奉毙王上之命 先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 没听说是六礼 张仪答 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发现是上当受骗了 怒不可遏的怀王 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 结果被秦旗联军打得落花流水 只好割让两座成义与秦国一合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是最感兴趣的 是楚国的钱忠 因此提出用五官之外的土地来交换 楚怀王说 我不要地只要张仪 贵国要钱中 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 既然楚王一定要臣 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 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 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 秦强楚弱 众所周知 臣奉秦命实楚 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 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 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钱中 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 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 这一回接待他的 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 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 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尽上 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县人 办法 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 郑秀做工作 镜上对郑秀说 你快要失宠了 知道吗 郑秀问 为什么 镜上说 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 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秀天天在怀王那里 哭哭啼啼 人臣各位其主而已 张仪有什么罪 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 人家就把人送来了 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 张仪一死 秦王必怒 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 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 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 张仪能骗 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 说服了楚怀王连衡 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 先后搞滇寒乡王 齐宣王 赵武林王 燕昭王 这时秦桧王却去世了 接班的秦武王 原本就讨厌张仪 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 五国见张仪失宠 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 张仪不但功亏一篑 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 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 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 臣在哪个国家 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 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 齐军也果然乏味 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 冒充楚人出使齐国 对齐王说 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 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 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 因为张仪到魏国 是去做诱饵的 贵国与魏国御邦相争 秦国就能余翁得利呀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 楚国却万劫不复 张仪死后十年 楚怀王被秦昭相亡骗到武官 又被劫持到咸阳 最后克死在秦国 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 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 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 一怒而天下聚 安居而天下息 孟子说 这怎么能叫大丈夫 居于人 利于礼 行于义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那才叫大丈夫 二 没错 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 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 并不等于别人也是 张仪不是大丈夫 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逢欢 独如欢 三 十刻冯欢 冯欢是穿着一双草鞋 去见孟长军的 四 孟长军明田文 是其威王的孙子 父亲田英 北风北郭敬军 张仪向秦后五年 田英去世 田文继位 号为孟长军 孟长军是战国四公子之首 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军赵胜 楚国春申军黄歇 为国信邻军魏无忌 四公子的共同爱好 是把社会上闲散低识人 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 叫养世 开养世风起之先的就是孟长军 被养低识人则叫时刻 冯欢就是其中之一 冯欢来时 孟长军照例亲自接待 孟长军问 先生远道而来 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 是问冯欢有什么本事 冯欢却回答 军上好客 在下又穷 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 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 就是来混饭吃的 于是孟长军安排他住在船舍 下等宿舍 十天后 孟长军向管事的问冯欢的状况 管事的回答说 冯先生确实太穷了 穷得只剩下一顶剑 每天他都弹着那件唱 长甲独如家 剑或剑把 归来乎 食无余 孟长军就让冯欢搬到姓舍 中等宿舍 有余吃 冯欢还是不满意 又弹着那件唱 长甲归来乎 初无余 孟长军又让他住代舍 上等宿舍 初入有车 谁知冯欢并不领情 又弹着那件唱 长甲归来乎 无以为家 这就未免有些过分 所以孟长军心里很不高兴 不过 不高兴归不高兴 对冯欢还是款待如故 冯欢却继续让孟长军不高兴 一年后 孟长军因为财政困难 需要有人到封地薛义去处理债务 薛义的人大多很穷 这是并不好做 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 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 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 年纪又比较大 派他去很合适 孟长军便把冯欢请来 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欢说 诺 可是冯欢到了薛义 却把收来的十万利息 拿去买酒买肉 请那些欠债的人吃饭 还自作主张 免除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债务 孟长军闻讯 把冯欢召回 追问有无此事 冯欢说 有 如果不摆宴席 他们就来不齐 臣也就不可能知道 他们的经济状况 至于哪些人的债券 一把火烧掉 臣是核对过的 有还贷能力的 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长军说 田文由于自不量力 门下时刻三千 入不敷出 捉襟见肘 这才请先生去收债 先生这样做 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欢说 还不起钱的 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 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 他们最后的选择 只能是逃亡 那样 军上的钱 还是收不回来 却要被逼债的恶民 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 现在 我们烧掉的 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许长 换来的 却是军上人后爱民的美誉 不好吗 再说了 陈下临行前 军上吩咐 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 军上家财万贯 富可敌国 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长军很无语 事实证明 冯欢是对的 没过多久 孟长军因为名气大 能力强 功高盖主 被齐王罢免 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长军 只好离开国都 回到自己的封地薛义 但是 当他走到离薛义 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 薛义的民众 已经扶老挟幼 恭候在路旁了 于是 孟长军感慨地说 先生为田文买的意 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欢却说 狡兔有三窟 也只能做到免死 请让臣卫军上再住两窟 于是 冯欢向孟长军 要了车子和活动经费 先跑到秦国 对秦王说 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 秦国强 齐国旧弱 齐国强 秦国旧弱 这叫雄子之国 势不两立 不可能同时并存的 秦王一听 马上坐直了身子 那该怎样 冯欢回答 把孟长军请来就行 齐国重于天下 全在孟长军 现在他被罢免 肯定心怀怨恨 他对齐国的情况 又了如指掌 如果把他请来 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 不过这是时不我待 一旦齐王醒悟 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欢说的在里 就派出十辆车子 带一大笔钱 去请孟长军 冯欢又抢先一步 回到齐国 对齐王说 臣下听说 秦王要重金礼 聘孟长军吧 齐国和秦国 一方强 另一方就弱 王上何不趁秦始未到之时 赶快把孟长军稳住 齐王听了 立即恢复孟长军的相位 还同意在他的封义 建立先王的宗庙 宗庙所在地 谁也不敢侵犯 民众拥护 官复原职 宗庙在靴 孟长军三枯齐全 如此风欢 难道只是时刻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屡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 是吕不韦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 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 来玩政治的 齐货可居这个成语 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 谁是吕不韦眼中的齐货 秦国的公孙艺人 艺人是秦昭湘王的孙子 安国军的儿子 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 排行不前不后 还是数出 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 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 这样的人 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 怎么会是钱力股呢 吕不韦却会演独具 在吕不韦看来 齐货可居这四个字 关键在可居 不可居 在值钱也没意义 一人如果是太子 或嫡子 或长子 或生母得宠 固然价值连城 前途无量 却炙手可热 高不可攀 相反 正因为 他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发配在赵国 闲着也是闲着 吕不韦才有了 进货的可能 于是 吕不韦问他老爹 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 十倍 吕不韦又问 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 百倍 吕不韦在问 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 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 当然值得一干 问题是 把呆账变成奇货 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 一人是安国军的儿子 此时的安国军 已被立为太子 迟早成为秦王 但安国军的 二十多个儿子当中 没有一个是敌长子 换一个角度来看 集安国军的任何儿子 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 就是这个算盘 换句话说 如果他能让一人 成为安国军的接班人 就等于扶植了 未来的秦王 这可是一本万利的 欺货生意 关键在于 利敌利楚 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 当然是安国军自己 但能够左右安国军的 却是华阳夫人 华阳本是安国军的宠妻 此刻又被立为夫人 安国军对她宠爱有加 言听计从 因此 只要她一句话 一人立马就能 闲鱼翻身 身价百倍 那么 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 想起并接受一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 因为华阳夫人 自己没儿子 也就是说 安国军百年之后 接班做秦王的 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 不过 如果这位公子 被自己认领 华阳夫人 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 在自己的儿子 和别人的儿子之间 选储君 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 华阳又为什么 一定要选一人 因为吕不韦让他明白 只有一人 只有那个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的一人 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他 孝顺也不是有德 是有利 没有华阳 一人无法上位 有了一人 华阳后顾无忧 一方需要靠山 另一方需要保险 护理双赢 生意成交 安国军也与华阳夫人盟事 决定立一人为敌 然而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 吕不韦说 秦国如果定要徒赵 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 这时 你们把一人扣在手里 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 甚至是烫手的山芋 相反 如果现在高太贵手 一人将来 当然会以德报德 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 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一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 落难公子一人 被吕不韦 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 他甚至安排一人 穿着楚国的服装 去见华阳夫人 结果 华阳喜出望外 高兴地对一人说 为娘我就是楚人 而啊 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 一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 公元前251年 昭湘王去世 安国军继位 是为孝文王 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 就告别人世 资楚顺利接班 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 三年后 他一手扶植起来的 庄襄王也撒手而去 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 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 被一人看中要去 后来成为庄襄王后 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 转手到一人床上时 据说已有身孕 因此也有人说 他的这个儿子 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 但可以肯定 召集这儿子继位时 还是少年 秦国的大权 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 吕不韦本已封侯败相 此刻又尊为相国 号称重父 权倾朝野 名重一世 他甚至仿效孟长 平原 信林 春生四大公子的做法 大仰其事 并让这些诗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号称 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 他早期的投资 已经获得巨额回报 而且名利双收 据说 吕氏春秋 完成后 吕不韦下 另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成文之上 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 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 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 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 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 此后 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 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 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 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险 迅速坠入万丈深渊 新秦王即位后十年 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 又过了两年 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 就是赵姬的儿子 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一人 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 他的名字叫嬴政 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 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 正是他终结了战国 也终结了先秦 开始了新的时代 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 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 骗子 石刻 商人 各色人等次第亮相 粉末登场 演绎出武光石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 参与演出的人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自荐的毛遂 刺青的荆轲 旧赵的信林军 都为读者耳熟能详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 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 时代跟人一样 也是有个性的 因此 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 那么 春秋是贵族 战国是平民 春秋是君子 战国是小人 春秋是英雄 战国是赌棍 只不过 战国的赌棍 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 甚至同时也是豪侠 豪侠之赌 极为豪赌 那一份豪情和侠义 依然令人神往 让人心意 比如冯欢 冯欢当然不好说是赌徒 却也是个赶押宝的 他为孟长君收买人心 就是做期货 也是赌 实际上 他的延长待期和焚烧债权 并未得到孟长君的授权 而且 如果后来孟长君没被免职 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 因此 当冯欢豪情万丈 大烧其薛义债券时 他不是在赌骂 但 冯欢又是仗义的 孟长君霸乡后 他门下的三千石刻都如鸟收散 跑得一干二净 留下的只有一个冯欢 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平欢 因此 复卫后的孟长君便对冯欢说 那帮小人要是还赶回来 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欢立即俯身下拜 孟长君大惊失色 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欢说 不 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 君上应该知道 有生有死 是天之常道 贤贫爱富 是人之常情 那些赶急逛商场的 早上蜂拥而入 晚上不屑一顾 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 不 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 到晚上就没有了 因此 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 六 这可能是冯欢所作最仗义的一件事 但他讲的道理却是利 他对孟长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 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 春秋开口闭口是利 战国开口闭口是利 这一点 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 就一目了然 气 在这里 我们分明看到了战国的时代特征 什么特征 唯利是土 对此 苏秦应该深有体会 当初 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 回到家乡时 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 后来 他陪六国相印一锦还乡 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 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 伺候他吃饭 苏秦笑着问嫂子 你们前居后宫是什么原因 嫂子仆妇上前 把脸贴在地面上说 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力 难怪苏秦会感叹说 一个人如果贫穷 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 如果富贵 亲戚都会来拍马屁 人生在世 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 爸 切腹之痛 惊艳之谈呀 的确 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 在这二百多年中 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 比如于青 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 但他穿着草鞋 扛着雨伞去游说照笑城王 一见即获上黄金白衣白币一双 再见即白为上青 可谓青云之上一步登天 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 对世人岂能没有诱惑 九 何况门槛极低 只要一张嘴 成本也极低 只要一席话 所以张仪当年被人以为窃贼遭到毒打 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婆 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 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 足以 是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 也不要紧 比如孟长君的时刻中 就什么人都有 结果 会学狗叫的 帮他窃得湖白球 买通秦王宠鸡 会学鸡叫的 帮他哄开寒谷关 顺利逃出秦国 鸡鸣狗道 不也换来富贵荣华 十一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一个人 如果原本一无所有 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 谁不想赌他一把 能像冯欢那样仗义 便是意外之喜 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 则要算聪明 吕不韦在邯郸拜见一人时 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 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 但在下的门楣 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 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 苏秦甚至公开对燕翼王说 陈下我不讲诚信 正是王上您的福分 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 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 还真不是强词夺理 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 事实上战国的王侯 不少就是赌棍出身 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 其实难免赌徒心态 正所谓篡盗之人 列为侯王 炸绝之国 兴力为强 十二于是上流社会 弃人意而重权谋 诸侯各国 费礼让而重战争 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侧氏 平不清云的是地痞流氓 这就是战国 只讲功力不讲道义 只要目的不择手段 成者王侯败者扣 谁有权是谁就是大爷 战国 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 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 那么 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 这对于华夏文明 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 是景田 宗法 封建 礼乐 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 以礼为序 以乐治和 德治是一个中心 礼乐是两个基本点 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 都在战国分崩离析 而且不可能不崩溃 是啊 楚氏南蛮 秦氏西戎 淹氏北敌 田祺河赵 为 韩氏道窜 哪一个是激州敌传 纯种王族 何况就算华夏正宗 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 一 土地国有 按户籍授予小农 并征收赋水 二 诸侯兼并 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 三 中央集权 清大夫和地方官 由国王任命 也就是说 景田智废 寿田智利 封建智废 郡县智利 市清智废 官僚智利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一切都变了 社会生活 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 岂能不变 十三 基础动摇 支柱倒塌 中国想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 是 是 也只有是 是 是战国舞台的主角 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 西周是王 东周是侯 春秋中后期是大富 于是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 前游武王 周公 中游齐桓 晋文 后游子产 赵央 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 却是由氏来谱写的 什么是氏 是在春秋 是最低一等的贵族 前三等 是天子 诸侯 大夫 在秦汉和秦汉以后 是最高一级的平民 后三级 是农 工 商 那么 战国低势 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 就是仅仅在精神上 或精神领域 是贵族 根本原因 世事没有不动产 也没有统治权 没有物质 便只有精神 称为精神贵族 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 就该有贵族的权力和义务 也要有标识 比如体现参政权的资观 体现参军权的匹观 体现祭祀权的绝观 绝独如雀 这是权力的象征 也是身份的认同 因此 子禄宁愿去死 也不肯免官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 就有君子风度 所以 春秋虽然理会阅崩 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 施的权力和义务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柄剑 这是他们在举行官礼时 获得的 十四也是贵族的身份 认同和象征 所以 司马迁在记录 秦始皇的成年礼时 特地写了 带剑二字 时无同样 冯欢和韩信 尽管一文不明 却剑不离身 剑 是贵族之器 君子之器 王者之器 大侠多半用剑 道理也在这里 剑 意味着身份 也意味着教养 一般的说 是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 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 学习积极性 却可能最高 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 有义务无职务 有事业无产业 唯一的出路 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 换取俸禄或石田 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 世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 身修好了 就可以出来工作 其中 帮助大夫打理财艺 叫齐家 协助诸侯治理邦国 叫治国 辅助天子安定四海 叫平天下 合起来 叫修 齐 治 平 但 无论齐家还是治国 世人都是帮庸 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 不过 春秋的老板和帮庸 是有血缘关系的 世人也一般都有 世系职务和固定工作 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 有国家包养 占国之士 则必须自己找工作 他们与诸侯和大夫 是雇佣关系 既然如此 师们是去帮忙 还是帮凶 帮腔 帮贤 便由不得自己 相反 为了保证 有口饭吃 甚至能够飞黄腾打 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 而投其所好 不顾长远 而只顾眼前 战国之人 急功近利 社会风气 急剧败坏 这是原因之一 十六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事实在国际事务 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 尤其是那些重量集市人 服务某国 该国就兴旺发达 离开某国 该国就内外交困 正所谓入除处众 出其其轻 为赵赵丸 判为为伤 时期简直就是核武器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清相 不得不卑躬曲解 礼贤下士 以至于普天之下 尊贤成风 他们甚至不惜自己 节衣缩食 也要供养世人 齐国执政田成子 每年的收入 大部分用于仰视 十八孟长军门下 时刻三千 每天都跟主人 吃同样的饭菜 如果时刻表示怀疑 孟长军还得端着盘子 去验民正身 十九权贵们 对士人的谦功 于私为罪 相反 士人却完全不必 看权贵的脸色 甚至可以傲然视之 有一次 魏国士人田子方 与太子姬 及后来的魏武侯 狭路相逢 太子连忙让车回避 自己下车行礼 田子方却昂然不答 田子方说 诸侯看不起人 则是其国 大父看不起人 则是其家 我们世人 如果主张不被接受 言论不被采纳 换个国家就是 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 就像扔掉一只草鞋 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姬听了 也只能唯唯诺诺 二十 毫无疑问 王侯倾向的这种态度 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 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 却在无意中 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 我们知道 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 和精神状态 一是衣食无忧 二是言论自由 由此两条 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 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 战国的知识阶层 虽然不少被国军或大副供着养着 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 也不受任何制约 他们想著书立说 就著书立说 想高谈阔论 就高谈阔论 想出谋划策 就出谋划策 想作而论道 就作而论道 甚至想拂袖而去 就一走了之 没人失去自由 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 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 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 民众水深火热 世人备受尊崇 社会动荡不安 学术空前繁荣 道德普遍滑坡 思想充分自由 中华史上最黑暗 最痛苦的动乱年代 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 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 不奇怪 事实上 正因为社会巨变 天下大乱 道德沦丧 共识缺辱 中国想何处去 才成了问题 同样 正因为一个跨国界 超宗族的精英阶层 勃然兴起 有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 能够钳制舆论 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 儒家代表着文士 墨家代表着武士 道家代表着隐士 法家代表着谋士 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 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 这是当时最自由 也最活跃的力量 因为自由 所以是百家 因为活跃 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后继 这鸣子不好走 本中华史第一卷 祖先和第二卷 国家在北京首发时 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 记者问 你用一己之力 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 撰写三十六卷 本中华史 不难吗 我答 难 当然难 记者又问 不累吗 我答 累 当然累 记者再问 有办法吗 我答 有 当然有 我的办法 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兴出版社的谢刚和楚蒙听说 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 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敌服的 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行侦手段 具体方法 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 画上若干格子 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 这样做的好处 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 而且效率很高 这种高效率的手段 完全可以用于写作 祖先 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夏娃 女娃 福西 炎帝 皇帝 姚顺宇 六格 青春志 也是这样写出来的 刺客 情人 战士 人臣 使节 鬼神 也是六格 只不过 敌服是走格子 我是田格子 但到第五卷 难了 最大的困难 是这段历史时间长 头绪多 人物关系复杂 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 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 整整500年 平均下来 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 这当然并非做不到 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又要有血有肉 有生有色 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 一部好的史书 史冠是不能没有的 那是灵魂 史实是不能没有的 那是骨骼 史料是不能没有的 那是血肉 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 那是神采 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 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 当然要靠同理心 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 这就是还原现场 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 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 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 而应该生情并茂 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 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 看是否不可或缺 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 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 田臣戴齐和三家灭之 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 至于开春秋之片的郑庄公 中战国之势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 由此几笔 宋香 晋文 秦牧 楚庄 和驴 夫叉 勾剑 子产 三桓 苏秦 张仪等等 都非说不可 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 已是满满当当 挤挤一挤一堂 剩下的 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在秦王嬴政 还可以留待将来 也好在申包须枯勤 信邻君救赵 令相炉 会免吃等等 多者多有耳闻 不妨舍去 至于同北时刻 为什么选冯欢 而非毛遂 则因为冯欢更具有代表性 故事也更有看点 因此 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 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 两个成语 我仍然选择逢欢 代表性 典型性和故事性 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 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 先秦必尽古远 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 办法之一 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 实际上 只要文章作足 是可以一夜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 请君检验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上 春秋 公元前722年 卢尹公元年 正庄公列 贡输段 春秋开始 公元前718年 卢尹公五年 须卧庄博联合证 刑罚役 周桓王令国公法取卧 立哀侯于义 进国是始建于左转 公元前709年 鲁桓公三年 须卧武功法义 韩氏始祖 韩万驾驭容车 公元前706年 鲁桓公六年 楚武王亲随 公元前705年 鲁桓公七年 须卧武功诱杀进军小子侯 四年春灭义 周桓王令立哀侯装地于晋 进山西省太原市 公元前701年 鲁桓公十一年 正庄公族 公元前694年 鲁桓公十八年 鲁桓公被杀 公元前685年 鲁桓公九年 齐桓公立 公元前679年 鲁桓公十五年 齐桓公十八 公元前678年 鲁桓公十六年 王令取卧武功 以义军为继后 公元前676年 鲁桓公十八年 晋献公即位 公元前672年 鲁桓公二十二年 陈公子顽本齐 始为田臣氏始祖 公元前669年 鲁桓公二十五年 晋献公禁杀还书 庄博之后 公元前662年 鲁桓公三十二年 鲁庆父杀公子班 立公子齐 始为鲁敏公 公元前660年 鲁敏公二年 鲁庆父杀敏公 既由立公子身 始为鲁锡公 进县公命太子 身生伐敌 公元前657年 鲁锡公三年 楚城王伐政 公元前656年 鲁锡公四年 其处赵陵之战 离击逼死尽太子身生 公元前651年 鲁锡公九年 魁丘之惠 齐桓公称霸 进县公去世 进惠公即位 宋湘公即位 公元前643年 鲁锡公17年 齐桓公去世 公元前639年 鲁锡公21年 宋湘公被储君俘虏 屠霸失败 公元前638年 鲁锡公22年 处宋洪之战 宋湘公战败受伤 公元前637年 鲁锡公23年 宋湘公去世 进惠公去世 进淮公即位 公元前636年 鲁锡公24年 秦穆公宋 晋文公回国即位 杀进淮公 宋成公到楚国朝建 楚城王 王子代叛乱 东周京城被敌人攻破 周湘王避难正国 公元前635年 鲁锡公25年 晋文公出兵秦王 沙王子代 宋周湘王复国 公元前634年 鲁锡公26年 宋国判处即进 公元前633年 鲁锡公27年 楚城王联合臣 蔡 郑 许四国军队为宋 公元前632年 鲁锡公28年 进楚城谱之战 晋文建土之盟 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30年 鲁锡公30年 晋文公联合秦国法政 书瞻和逐之五旧政 秦撤军 秦晋开始有裂痕 公元前628年 鲁锡公32年 晋文公去世 公元前627年 鲁锡公33年 秦牧公遇习政 贤高旧治 秦军灭华 晋军联合江东激秦 鲁梦明氏 西齐树 白衣炳 藏晋文公 公元前626年 鲁文公元年 楚商臣是其君父成王 自立为君 是为楚慕王 公元前625年 鲁文公二年 秦进彭牙之战 秦拜 公元前624年 鲁文公三年 秦牧公罚禁 圣 公元前623年 鲁文公四年 秦牧公征服西戎 遂罢西戎 公元前621年 鲁文公六年 秦牧公去世 秦康公即位 锦香公去世 晋陵宫即位 公元前613年 鲁文公十四年 楚庄王帝 公元前607年 鲁宣公二年 晋陵宫被杀 公元前605年 鲁宣公四年 郑陵宫被杀 公元前599年 鲁宣公十年 陈陵宫阴下机固 被杀 公元前598年 鲁宣公十一年 楚庄王罚臣 鲁下机 公元前597年 鲁宣公十二年 春 楚庄王罚政 政国投降 下 进楚变之战 公元前595 前594年 鲁宣公十四 至十五年 楚庄王为宋 宋死战后降 鲁宋正 陈诸国皆从楚 楚霸一城 公元前594年 鲁宣公十五年 鲁国出税母 公元前590年 鲁城公元年 鲁国坐秋甲 公元前584年 鲁城公七年 吴臣史吴 较吴以车战及外交 并连进法楚 吴国崛起 其国名始建于春秋 其君主始建于左转 公元前583年 鲁城公八年 晋灭赵氏 后复封赵武 公元前575年 鲁城公十六年 进楚燕陵之战 公元前565年 鲁湘公八年 正伐财 公元前562年 鲁湘公十一年 鲁国坐三军 济孙氏 孟孙氏 孙孙氏 三分公氏 而各有其一 公元前546年 鲁湘公二十七年 米兵大会 进楚争当盟主 楚人先杀血 公元前543年 鲁湘公三十年 郑国上清 授权资产执政 公元前541年 鲁昭公元年 楚国令银子为 弑军即位 使为楚陵王 公元前538年 鲁昭公四年 楚陵王称霸 郑子产作丘父 公元前537年 鲁昭公五年 鲁舍中军 北宫氏 宫氏再次为三环瓜分 楚伐吾 岳随楚 此为岳人第一次出现在实册 公元前536年 鲁昭公六年 郑子产柱行顶 公元前534年 鲁昭公八年 楚陵王灭臣 公元前531年 鲁昭公十一年 楚陵王杀蔡麟公灭蔡 杀蔡国太子祭祀赦神 公元前529年 鲁昭公十三年 楚国内乱 凌王自杀 陈 蔡富国 晋昭公与其 鲁 刘 宋 伟 正 曹 菊 朱 藤 薛 其 小朱蒙 汇于平修 晋和朱侯止于此 公元前522年 鲁昭公二十年 子产族 孔子称其为古之一爱 公元前517年 鲁昭公二十五年 鲁昭公伐继孙氏 败 流亡国外 公元前516年 鲁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族 楚昭王历 公元前515年 鲁昭公二十七年 吴公子光杀吴王辽而自立 是位吴王和鲁 公元前513年 鲁昭公二十九年 晋国筑行顶 孔子称民在鼎以 何以尊贵 公元前510年 鲁昭公三十二年 吴时用兵逾越 公元前506年 鲁定公四年 吴王和鲁伐楚 五战五胜 入颖都 楚昭王逃亡 和鲁称霸 公元前505年 鲁定公五年 鲁国养虎政变 公元前497年 鲁定公十三年 反忠衡公兆 之 汗 未救之 公元前496年 鲁定公十四年 吴越最礼之战 吴王和鲁 受伤身亡 吴王夫插继位 越国国军 名史鉴于左转 公元前494年 鲁埃公元年 吴越夫交之战 吴王夫 叉叉一点 灭亡越国 公元前493年 鲁埃公二年 赵央大败救援范氏 和中杭氏的政军 范氏和中杭氏败局 已定 公元前482年 鲁埃公十三年 越军 攻入无都 公元前481年 鲁埃公十四年 田恒杀其简公 立其平公 田臣是实际上代其 公元前480年 鲁埃公十五年 子禄战死 公元前479年 鲁埃公十六年 孔子去世 春秋止于此年 公元前478年 鲁埃公十七年 楚慧王立成 公元前476年 鲁埃公十九年 史记六国年表开始 公元前475年 鲁埃公二十年 越王勾建为武 公元前473年 鲁埃公二十二年 吴王夫差自尽 吴王勾建称霸 公元前468年 鲁埃公二十七年 鲁埃公奔越 投靠勾建 左传指于此年 公元前458年 鲁道公十年 赵 志 汉 为四家禁分范士 河中杭士之地 知识得地最多 下 战国 公元前453年 赵 为 汉 三家灭之 公元前447年 楚慧王灭彩 公元前445年 楚慧王灭齐 公元前440年 周考王丰齐地于河南 称西周还宫 公元前431年 楚俭王灭炬 公元前403年 周威猎王册封赵香子 执孙赵吉 为桓子之孙为司 韩康子之孙 韩浅为诸侯 赵 为 韩建国 资质通鉴 开始 公元前391年 齐国大夫田和 亲戚康公于海上 十一城 公元前386年 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 公元前379年 齐康公族将其彻底灭亡 齐为王历 公元前376年 晋进宫被飞 晋亡 公元前375年 韩埃侯灭政 公元前369年 魏惠王历 公元前367年 周卫公哨子征历 即位于拱 称东周惠公 公元前361年 秦小公昭贤 商样入秦 四年变法 公元前346年 为自贬为侯 臣服于三进 公元前341年 其汉马陵之战 孙殡大败旁娟 公元前340年 商样大败魏公子养 魏惠王毁不用商样 商样受封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 秦惠王杀商样 公元前336年 孟子建魏惠王 公元前334年 岳王吴强 罚楚兵败身亡 岳国臣服于楚 公元前333年 张仪入秦 苏秦任纵约常 合纵连横开始 公元前332年 秦连和其 为伐赵 纵约解除 公元前328年 张仪向秦 公元前325年 秦惠王称王 公元前321年 其郭敬军田英族 紫田文继位为孟长军 开仰式风气之先 公元前320年 为更匾号为君 公元前318年 宋秦王 公元前316年 苏秦族 公元前314年 周南王历 周王室分裂为东西周 齐宣王向孟子问政 公元前313年 张仪用欺骗手段 让楚怀王与其绝交 公元前309年 张仪族 公元前299年 楚怀王被骗入秦 遭软禁 公元前298年 赵王封其地为平原君 公元前296年 赵武陵王灭中山 楚怀王病逝于秦 公元前288年 秦昭相王称西地 尊其王为东地 不久又取消帝号 仍称王 公元前286年 齐敏王灭宋 公元前279年 秦昭缅持之会 令相如相赵王 公元前276年 魏王封其地为信陵君 公元前262年 楚王封黄歇为春申君 公元前256年 秦昭相王灭西周国 楚考列王灭路 公元前254年 魏伦为魏国附庸 公元前251年 秦昭相王族 孝文王继位 公元前250年 秦孝文王族 庄襄王继位 公元前249年 秦庄襄王灭东周国 周王 公元前247年 秦庄襄王族 嬴政继位 吕布韦被尊为相国 号称重父 公元前241年 魏伦为秦国附庸 公元前237年 吕布韦霸相 秦下逐客令 后因李斯而收回成命 公元前235年 吕布韦被秦王嬴政逼迫自杀 公元前230年 秦灭汗 公元前228年 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 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 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 秦灭炎 公元前221年 秦灭齐 天下一统 史皇称帝 图书在版编幕 CIP 数据 百家争鸣 一中天主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1 一中天中华史 ISBN 978 75339 38390 100 21E 三一 新秦哲学 研究 4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资 2013 第26506 7号 统筹 赵海平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英返 孙文 封面设计 鱼雷 版式设计 白永明 绘画 赵床 一中天中华史 百家争鸣 一中天 著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6 网址3w.zjwis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会零印物有限公司 开本890mmx1280mm 三十二分之一 字数105签字 印章期 版次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SBN978-75339-38390 定价29.00元 当孔夫子对学生宣讲自己的主张时 当然想不到 这将开启一个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孔子感慨万千地说 天下如果太平 我又何必东奔西走 天子见 庄子一身剑客装束 大不留心走到了王的面前 赵王案件以待 王问 先生求剑 打算用什么来教导寡人 庄子说 剑 王问 先生之剑如何 庄子说 臣之剑 实不易人 千里不留心 王说 天下无敌呀 庄子说 不妨一事 王问 不知先生用长剑 用短剑 庄子说 长短不论 但臣剑有三 不知王要哪种 王说 请问哪三剑 赖火 他身边 魂 孙 可 用短剑 会 放手 入心 入心 红火 倘死